中国大陆有媒体和研究机构日前根据当局的数据 计算出了中国23个省份的土地财政依赖度 发现有超过八成的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的收入 作为偿还地方债务的主要渠道 有分析指出中国的政府运行成本过高 地方政府又养着庞大的党政军系统 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做支撑 那么这些政府早就停摆了 4月14号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 中国23个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报告中 浙江省以66.27%排名第一 天津排名第二依赖度64.56% 也就是说浙江天津两地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有三分之二的份额要靠卖地来偿还 根据中共审计署公布 截至2012年底 中国11个省级316个市级1396个县级政府 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为34865亿2400万元 审计署的这一调查是针对中国391个市2778个县进行的 在被审计调查的市级政府中 承诺以土地收入来还债的高达81% 县级政府也超过50%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龚胜利向新唐人表示 中国各级省市县级政府的债务都要靠土地财政来偿还 这充分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普遍性 但地方政府靠卖地还债已经不可持续 全世界能知道土地买卖 不能重复定交 你不能今天卖了这块地 明天再卖后天再卖 因为土地的资源都是稀有资源 改革开放35年 可以这么说像广东 沿海的地区广东 浙江 福建 上海 山东 土地基本没有空地了 都被开发用尽了 龚胜利指出 中国的政府运行成本太高 在中国财政分层方面 中央政府占财政总规数据的60%以上 而地方政府包括省 地基市 县 镇 乡 乡镇 最低一层的叫村民委员会 只享用了政府的财政的划分的比率 大概40% 那你想想看 他地方政府要养了党政军 比如说共产党的各级机构 还有政府的各级机构 他钱从哪里来 没有土地 这些政府早就停摆了 有大陆网民感叹 怪不得各个地方政府疯狂的征地拆迁 他们不惜杀人放火 来抢夺老百姓的房屋和土地 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指出 土地财政不但给中国经济 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 同时滋生出的风险也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 对老百姓土地进行掠夺的团伙 从我十几年关注土地问题的情况 我认为他就是赤裸裸的土地掠夺 就是政府党政官员对土地的掠夺 就是自改革开放以后 到现在所形成的这种大规模的 普遍的持久的对人民土地的掠夺 马晓明说这种掠夺最早是由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 以及中央的一些官员和他们的子女亲属 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各地圈占土地卖土地开始的 以后呢这个风呢就从中央扩展到了省市区县 街道办事处直到现在呢到了村干部这一级 实际村干部他不可能去动用任何一寸土地 他必须要有政府的批准 或者政府官员上级官员的默许 所以他整个呢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 一直到村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掠夺土地 侵害人民基本权益的这样一个强盗团伙 近年来大陆各地不断发生因强征土地强拆房屋 所引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 许多抗议民众甚至用自焚跳楼等资产手段 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在中国的群体性抗争中 60%到70%是与房屋拆迁和征地有关